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曼联对阿森纳女子超级联赛最新消息更新 图拉吉为历史性的橄榄球世界杯对决回到原点 领导人与匈牙利在移民法律上发生冲突 比预期更强劲的就业市场引发了对美国加息的担忧 FTX联合创始人表示 Denman Fryer的公司多年来一直在拿走客户的钱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曼联对阿森纳女子超级联赛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独立报 曼联将在16日的女子超级联赛WSL第二轮比赛中迎战阿森纳 阿森纳在他们的第一场WSL比赛中意外输给了利物浦 并在上个月未能进入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 尽管签下了来自曼联的阿莱西亚、卢索 但阿森纳本赛季的开局并不顺利 相比之下 曼联以2比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赢得了他们的首场比赛 比赛将在立体育村举行 图拉吉为历史性的橄榄球世界杯对决回到原点 英国独立报 英格兰将在橄榄球世界杯地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面对萨摩亚 对于马努、图伊拉吉来说这将是一次特殊的场合 因为他将首次面对自己的故乡 图伊拉吉出生在萨摩亚是著名的图伊拉吉橄榄球师家的一员 他的五个哥哥都代表萨摩亚参赛 然而 他选择代表英格兰 并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球员之一 萨摩亚技术教练图西 皮西表示 球队希望毫不掩饰地展现萨摩亚人的特点 而图伊拉吉理解这一点 他补充说 萨摩亚希望赢得比赛创造历史 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击败过英格兰 与此同时 图伊拉吉的英格兰队友丹科尔 赞扬了图伊拉吉兄弟对莱斯特老虎队的影响 他说他们在比赛中树立了基调 科尔还表示 自从2011年首次亮相以来 马努 图伊拉吉一直是英格兰的重要球员 并且现在在球队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领导人与匈牙利在移民法律上发生冲突 未报 匈牙利和波兰与欧盟在处理移民问题上发生冲突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声称 这些尚未投票通过的法律需要获得一致支持 然而 欧洲理事会表示只需要多数支持 奥尔班声称 没有匈牙利的协议对他的国家构成了一种攻击 欧盟领导人从最终公报的文本中删除了与移民有关的段落 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对这些提议法律有广泛支持 比预期更强劲的就业市场引发了对美国加息的担忧 金融时报 美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 美国经济在9月份新增了33.6万个就业岗位 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测 这份强劲的报告重新点燃了债券市场的抛售热情 因为投资者们打赌美联储将不得不再次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 抛售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 这对企业和家庭面临更高借款成本 威胁到更深层次的经济动荡 美国失业率仍然保持在3.8% 劳动力市场继续表现强劲 FTX联合创始人表示 Denman Fryer的公司多年来一直在拿走客户的钱 金融时报 据一位前大学室友和同事的证词 加密交易所FTX的创始人珊姆 班克曼·弗里德秘密使用了交易所的客户资金 来资助他的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 家里 王在法庭上作证称 Alameda在FTX上有负债 并且未经客户许可拿走客户的钱 王还透露了一个 只在2022年FTX崩溃前存在的Alameda的秘密借贷机构 班克曼·弗里德目前正在接受审判 面临电信欺诈和洗钱等指控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报道 涉及到了足球 移民 就业市场 以及加密交易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内容 首先 曼联将在女子超级联赛中迎战阿森纳 阿森纳本赛季的开局并不顺利 而曼联则在首场比赛中取得了胜利 这场比赛将充满悬念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是橄榄球世界杯的报道 英格兰将在最后一场比赛中面对萨摩亚 而马努·图伊拉吉将迎来与自己的故乡的对决 图伊拉吉选择代表英格兰 并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球员之一 这无疑是一次特殊的场合 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 在移民问题上 匈牙利和波兰与欧盟发生了冲突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声称 欧盟对他们国家的法律提议构成了攻击 而欧洲理事会则表示 提议法律获得了广泛支持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和立场 我们期待看到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是关于美国就业市场的消息 最新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 美国新增就业岗位的数量超出了预期 这引发了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 导致债券市场出现抛售 债券收益率上升 这对企业和家庭的借款成本产生了影响 也可能对经济带来更深层次的动荡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加密交易所 FTX的创始人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的报道 据报道 他被指控使用客户资金 来资助自己的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并存在一些不当行为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我们将密切关注其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闻报道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